好 看到了立法院的双书大战在一起 立委徐晓星 大姑夫妻涉嫌诈骗 引背这个新节大战 那徐晓星喊话 黄杰要告来告 那到现在绿营侧义还在扯 他帮大姑垫付贷款100万元 却没有出现在财产申报资料上 徐晓星就怒轰 诈骗集团合作的对象都是塔绿班 这已经不是连连看了 而是随口胡说 连温朗东都要下车了 那他还说 想问黄杰 你还要在车上吗 今天就连温朗东自己都想下车了 温朗东的脸书自己清楚地写道 他也知道徐晓星没有涉及洗钱 也没有涉及诈骗 只有立法委员黄杰还搞不清楚状况 以为有一个100万的金流 请问黄杰是在质疑 银行在进行洗钱的业务吗 如果你敢质疑 你就大声地说出来 不要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 连胡乱的寒沙摄影都没有底线 这不叫连连看 这叫随口胡说到处造谣 涉案的公司是哪一家呢 是民进党员AKA郭真慧的团队被赖会员指控的网军顾立雄的合作对象林于伦 他所开设的东陵公关顾问公司 我跟这一间被检方所调查的公司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合作往来 反而他其实这家公司是有捐钱给一些政治人物的 至于捐给谁你们自己去查 但但反正跟我无关 所以如果今天要真的连连看 林于伦她是现在被检方调查的主要标的包含了她的公司 他所捐款给吴佩义委员的政治现金 在每一次他选举的时候都有提供 那请问那笔钱要如何证明不是赃款 真的要连连看的话 今天要出来澄清跟说明的是民进党 反而签了三天四天 完全没有一条线能够签到我的身上 连温朗东都下车说让他要出国旅游了 黄姐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待在这台车上吗 不过徐晓星日前的确有这个情绪崩溃了一下 他到花莲关心震灾 结果因为媒体狂问他 这个大姑夫妻涉及诈骗洗钱一事 当时徐晓星就倒在了党团总照傅昆琪怀里放声大哭 徐晓星今天自爆他爆哭的原因 是因为当天受访延误搭不上车 又看到傅昆琪和罗志强在门口等他 一看到他就对着他说没事了 听到没事这两个字 他的情绪就瞬间溃蹄 他还透露呢 当下其实老公人就在旁边 那在事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是对你感到很抱歉 因为自己家里的事而影响到了他 徐晓星甚至坦言 他无法干涉亲戚要做什么 却要承担压力很不公平 现在对于婚姻这件事坦白说都感到有点后悔了 那么时事评论员黄洋明就表示如果真的要爆料 第一步就会让徐晓星说不出话来 但是呢这些绿营测译就是要赚话语权 能够上电视来赚一波 呼吁测译有一说一说不要乱扯 真正要爆料的人 这个第一步就已经会让徐晓星讲不出话来了 怎么还在那边 哎呀明天我还有更多 结果拿出来是人家什么姐姐的脸书 然后还设计他去按个赞 我说这种料 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笑话了 但是必须想这个事情 他就赚到了 我讲绿营像这样 比如说为什么是叉猫 为什么像这些温朗东 他们在这个时间要立刻跳出来 乱扯一通 什么连改名都可以 什么家族里面好多人改过名 都可以拿出来这个策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争取话语权 意思说这个议题我掌握了 我最懂 你们节目要发通告先发我 我通通赚一波 就是这样啊 他们的逻辑就只是这样 那藉由打徐晓星 成就他们这些彻翼的专业 他们叫这个叫复仇者联盟 这些人全部都被徐晓星修理过 哪一个没有 所以我必须讲 中间像我们在中天 在这个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比较青蓝 或说比较跟对绿营 比较扎实监督的媒体 都还在讨论徐晓星的时候 绿营的媒体是非常开心的 不要忘记了 过去有发生过一个事件 那个中国棚 大家还记得吗 对 中国棚那个事件在三立 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这个当蒋万安讲中国棚的时候 他们的网友说 什么中国棚 没有啊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他们在绿营的负面新闻 他们不讨论的 所以你说中间把他关台合理吗 对不对 照样讨论啊 徐晓星 对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攸关公共利益 该讨论该讨论 那重点是有一说一嘛 其实徐晓星有涉案证据拿出来 对 他没有涉案 他的家人怎么样 那是家人的事啊 那有人有一个莫名其妙的 前议员去扯什么赵建民 赵建民涉案 赵建民是有判刑的 有一些乱扯嘛 另外是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 造成凉死 但到现在毒素源头 从何而来 成了悬案 对此前立委沈富雄 向卫福部次长王碧胜 抛出了12个问题 要王碧胜在卸任之前回答 其中几个问题是 保林曾在官网强调 搭配马来西亚的酱料调味 而这个酱料 是否在你们162种 采验的简体当中呢 而保林只用这个酱料 炒和粉还有果条 炒面和米粉 难道就没有用吗 有没有可能邦克烈酸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台湾 或者该菌进来 但已经死了 为何一定要执意培养成功 才算破案 神父兄强调 一切照SOP 只能达到中规中矩 但距离福尔摩斯的水准 还差太远了 连他这个不是华生医生的医生 看了都受不了了 好 再来关注也是政坛焦点 整总统赖清德国安团队 都还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但是总统蔡英文 上午接见 在介绍与会来宾时 亲口证实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接任外交部长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呢 将转任为国安会秘书长 我们交给记者梁浩 好 主播观众 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 在接见来自纽西兰的跨党派 友台小组访问团的时候 是脱口而出 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以及国安会秘书长 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 我们今天一起毁灭的 我们总统府林嘉隆秘书长 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 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 胡钊燮 今天我们也在这里 我们有总统的总统 林嘉隆 他也有来自外国主席 还有国主席 他会成为国安会秘书长 国安保安局 好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被介绍到的林嘉隆 以及吴钊燮 都跟对方打了一声招呼 不过据了解 由现任的总统来公布 下一任总统的人事 这个是过去 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 那根据了解 这一段也算是一个 蔡总统的脱稿演出 那由总统来公布 下一届的人事 势必在政坛当中 又会再引起一番讨论 以上掌握最新主播 不过呢 这新内阁名单一出 真的是争引不断 准行政院长卓榮泰 今天宣布 延览崇岳集团董事长 郭志辉来出任经济部长 立委王宏威就爆料说 郭志辉不但因为 违反政交法判缓刑 他的律师还是顾立雄 而且呢 国际媒体彭博社 也点名他在位时 崇岳就是协助对岸华为 成立金元厂的台湾厂商 王宏威说 提出这种人事案 赖清德是世人不明 还是别有用心呢 这就是赖清德给台湾人的 新经济部长吗 台湾人看了真的会安心吗 好 再来要回头继续来关注到 就是徐晓星卷进了大姑 大姑丈夫与林毅于伦的洗钱一案 不少侵略测意纷纷跳出来爆料 甚至要大家把人物公司和互动 做个连连看 时事评论员黄耀明分析 测意爆料要有一点逻辑 否则到大选就一翻两瞪眼 而现在有一群 测意应该非常的焦虑 在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们可能要失业了 恐怕只剩下新潮流 赖系网军有饭吃 黄耀明也呼吁 国民党这个时候要继续监督政府 不要跟随测意起舞 我是觉得 测意要有一点点逻辑 否则被看破手脚的话 很麻烦的是什么 真正到了大选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些测意 可能有一点集体焦虑了 因为未来赖清德上任之后 都不会重用他们 你可以从最近这个赖清德人事布局 民进党里面有一整个 有一整个系统的网军都很焦虑 一整个系统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接下来没有舞台 这些我都不熟 人脉要重新布 怎么办怎么办 只有新潮流 只有新系的赖系的这些网军 他们能够继续来操作 所以他们这些要求表现 我很会打许晓星 记得记得以后有case要找我 我们就继续看 其实我是认为 许晓星在这个事情 就算今天他明明没有涉案 但是被打成这样 对于绿营来讲都是赚本 都是个叫做稳赚不赔的事情 我只要把你打到 每次讲到你的什么事情 我就扯这个 然后说你讲不清楚 怎么样怎么样 许晓星又要哭又怎么样的 你许晓星原本一百分的战力 就变八十分 八十分就变六十分 就够了 这个对绿营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所以我说国民党 现在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要增加要比许晓星以外的其他人 要跳出来要继续去监督政府 而不是跟着在许晓星这个事情里面绕 像我是觉得许晓星 因为他牵扯到家人的事情 我就跟你讲有很多东西 牵扯到家人就是很麻烦 这个真的很麻烦 但是你今天如果真的是有 他有涉案或怎么样的话 今天许晓星讲话不会讲那么大声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如果今天司法 你注意他已经收押二十天 如果今天许晓星有涉案 检调还没查到的话 你们彻翼先查到 检调还没查到 那检调也要去自杀算了 这个事情都是一翻两瞪眼的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绿营现在要的就是 我只是要打许晓星而已 立法院长韩国瑜16号 在院会才是上个星期五发生的立委 如县一味道场 却遭冒名带领案 是因为当天会场干事 误差表决卡所致 不存在委员带领或者冒领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表示 这件事有责任分属 凸显出了议事处罗斯松了 并透露以前不是议事人员 插表决卡 若带案表决器要说是未造文书 那历年那么多带案有少过吗 这个责任有两个区段 一个叫做为什么一个立委 没有到立法院 你的让他的表决器可以表决 所以议事人员当然有瑕疵 他当然要被处罚 我很好奇 立委连自己插表决卡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的立委要议事人员 来插表决卡 理论上应该 不是一直都这样子 不是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以前有一次他们就打架打一打 然后这个有人的表决卡就遗失了 然后就插到别人的表决卡 所以后来统一 他们就说不要让立委保管 然后所以呢 议事人员 就让议事人员发 那个议事人员到底为什么 会把谁误认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也凸显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立法院的 议事处里面 有很多就是罗斯松了 这个是罗斯松的没有错 但是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是韩国瑜要去督导的 那至于立委 表决器亮了 我去按 然后呢 今天你说要什么 怎么惩罚怎么处罚怎么抓 我是觉得这个人确实不对 确实不对 不应该去按这个表决器 但是不管今天 有没有抓到这个人 他要负什么责任 有人说 刑法什么伪造文书罪 少骗人了 立法院这种 代案表决器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通常都不了了之 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健康